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将继续加大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力度 集中开展清浪未成年人网络环境的整治专项行动 从众从严打击各类的围把围危问题 为保障未成年人健康上网 保驾护航 对于APP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 社交平台 短视频平台 出现软色情等不良内容 未成年人打赏主播一致千金 缠迷网络等现象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重点关注未成年人使用较多的网站平台等重点环节 和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点内容 从重从严 打击违法违规问题 重点环节就是未成年人使用比较多的 使用的频率比较高的 像视频直播 抠抠群组 互动社区 网络游戏 网文小说 网络平台等 这是重点环节 要读出网站平台 梳理 使未成年人问题风险漏洞 同时 创新优化青少年模式 指导网站平台建立完善未成年人专属内容池 最大限度的压缩负面信息生存空间 在现有的青少年模式的基础上 还要进一步优化功能设置 提高未成年人身份识别的准确性 增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有效性 广大网民一旦发现网上违法违规信息和行为 可以通过国家网信办12377热线进行举报